第十七季第四集 每次我們都會說UNICORN 先說Diacon 是因為準備好了 看見桌面,這次也有兩件新作出了 兩盒,都是一些別式 分別有這個叫做 這個是變車,名字都沒有所謂 這個就是變車 這個可以變成類似飛機 這個真的是裝甲服 之前也有出過幾個顏色,我記得有出過這個顏色 海軍色,紅色 這個也有出過海軍色和黑色 這個也有出過藍色,應該也有出過另一種顏色 很厲害 如果之前沒有入手,就有多個機會讓你去想想 本身是想搭配甚麼機體 如果你只買原色的,這個真的無法離開 好,還有這個紅黑色,之前也有一系列的紅黑色 即是無論是Big Power,Dia Battles 即是那兩隻比較整體大一點的結合機器人 都有出過紅黑色 如果之前是由紅黑色開始入坑 就可以做紅黑色 如果你像德哥那樣,是對海軍色情有獨鍾 你便可以進入這個 然後便找朋友和你分開 就像我們兩人一樣 是的,這個是最好的做法 另外,這個似乎是一個新顏色的選項 我想說很難配搭 你沒有哪一隻是全皮革藍色的 它似乎開始由這個 海軍色 這個新的 上次 其實介紹過一套人仔 已經是這個藍色 現在似乎多些藍色的系列 就會繼續出下去 我相信可能 因為藍色始終是Big Power 是經常會有的 但不是主色 通常我們托在紅色 還有有少許鑑 不過當然,純粹這個裝甲服的 配置性是低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獨立去玩 但這個其實它真的配搭其他東西 是比較多變化 是的 特別是中尺寸的那些 當然是窮 很正 還有它這一盒是很奇怪的 不如我們先說這盒 接著再說為什麼這盒是奇怪的 好,輪著來玩 你玩過你喜歡的 海軍色 那我就玩紅黑色 其實每次我都想 抽少許時間說一說 它的說明書 因為本身其實 一來它的產品 通常會跟兩批說明書 一個就是講本身跟故事有關的一些彩照 另外一個就是教你怎樣變形 以及有什麼變化 我自己就很喜歡看這一張 因為可以了解那個角色 其實它在打阿窮 或者在部隊裡面 他們擔當什麼角色 以及本身機體的特性是什麼 印刷得很精美 是一些很厚榜的雙粉紙 不錯 紙膠紙多 因為它過了膠 你已經有一個車型態 我已經做了一個車型態 為了節省時間 已經變成它這個 其實是 終極變形形態 就是這個車 因為之前這個系列出的時候 通常都會跟背包 有一個拖卡 有兩支大炮 今次主力是一個車仔 沒有了拖卡 所以連連接拖卡的架 它也沒有給你 這次是純粹給人 可以變成車 那計法變了 我不知道擴展性 或者是有沒有配件 要再配合 如果你想玩之前的變形 就可能要 這次真的是獨立 可能是跟其他 比較大型的玩具結合 就是之前我們玩過很多次的機械人 又或者再之前那些 Dia Battles Big Power 那些 紅黑色那些 那些 那些結合 今次它是純粹給你一個膽 都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是 我們可以先變回這個機械人 都是那一句 你有選擇 變成你喜歡這樣玩也可以 你喜歡玩大盒一點也可以 今次這個就是一盒有兩個裝備 那麽就是 就釋除專便了 這樣… 我剛開始搞緊機械人形態 描出來一些軟爛爛爛 所以你可以說一下這個 如果如果變回來 我先變了雞腳 對 剛剛那個車可以變成這樣 跟著他這個腳 其實呢 也可以當爪 有點像這個 鐵球 鐵球,0079的波 這個爪的形態其實挺漂亮 Better than,挺漂亮 我覺得非常吸引 當然它有很多細的調教 如果喜歡爪短一點也可以 這個系列的裝甲服 就是很多細小的調教角度 玩到你自己滿意為止 順帶一提 今次這套系列的駕駛員是橙黑色的 是呀,也可以把駕駛員拆出來過癮 我的駕駛員就坐在裏面 Good job 再拆下半身 其實本身車頭燈都可以有時間想一想 油軌了它,我覺得差很遠 有的,有些師兄會 甚至我見過舊化 但就小心不要用錯油 因為如果你用發狼油的話 是會粉碎的 這個膠是承受不到發狼油的 即是如果你用坊間的所謂weathering 那些成裝 裡面有筆掃在那裡 千萬不要用 就駕到拍一拍 是不行的 其實我應該之前都說過 如果純粹就着裝甲服 最漂亮就是一會兒介紹的 裝甲服來說是最大型的 你最喜歡的 我記得 第二就是這個 因為它本身的變化都大 也很帥 我就輕裝,你便重裝 這隻 看來可以關閉到多少 OK 對不起,不好意思 好了,就是這套有的工具 可不可以拿一陣子 或者我們先做一些預告 是 莫斯比大哥的電單車仔 哈哈哈哈 在前面 電單車仔 看到 看到 有師兄也有提及過 好像有diacron cross-over 另外那個 哇,是古拉達 擺明是這個預告 一陣間有這隻 是的 當然,你也說過 人仔 呢? 都可以了 他這次叫做 一陣子可以吐槽一下 我會先忍一忍 我們先說了diacron 很容易 很容易來提 是的 我們 我們 你可以每次買 每次買的原因是 每次買的原因是 有不同的組件 所以 確實會有不同的樂趣 其實這些組件 都會重複 是的 所以 每個款 有一兩隻 如果他喜歡 你便入一隻 再不然便放回他 有價有事 沒錯 好,繼續 好,繼續 這個我們先放在一邊 就到這些 到藍色系列出場 藍色這個編號應該是64 沒錯 就是da64 剛剛這個就是da63 其實藍色是很漂亮的 好像德哥這樣說 以前就很少見到這個藍色系列 所以就好像有一個新的系列 我覺得其實他廠方方面 都是想嘗試 用多些顏色去吸引不同的粉絲 這個真的嗎 我覺得是 即是你 我一邊說一邊砌 本身我反而覺得最重要是 就是 以這個一模多用來講 基本上就真的可以不同的顏色 又回到那些 成熟的那些 即是市場 即是比較成熟 即是會比較多粉絲去 去入坑 變成這一堆 他又移出 你又可以保證到 銷量 自己相對的開發成本又低 變成了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當然 當然 也不是說差 如果你說我很喜歡這個藍色 變成了就開正你那一瓶 我覺得 就是看它的色彩不漂亮 它這隻藍色是挺散鏡的 我覺得 這次其實它也同樣地包了一個Sticker 如果大家想再美化一些細部件 這張貼紙都可以 那當然你再玩大一點 你便會用高達水貼 更加過癮 這次藍色的兩個駕駛員 是女生來的 兩個都是女生來的 厲害 我應該帶些金屬的 應該帶些金屬的鐵板仔 讓它站 這隻衰 有沒有金屬的鐵片之類的東西 或者罐頭 罐頭不知道 我們盡力地讓它站直 真是壞 怎樣 其實我家裡有很多 但忘記帶你 反而擔心 站到一個第二個 就會掉下去 我講一個 給大家玩 如果家裡有在深水埗買那些 LED燈 一條一條 通常有些玩具鬼會用的 那些 通常裡面會有些磁石 還有一些鐵片 讓你用來裝嵌 用的 那些鐵片仔 如果你沒有用 就很適合 一個鐵片仔 給你站一隻 就很適合 那麼絕核 是啊 我留了很多 不過我忘記帶你 好了 這個就可以輕裝 這樣砌一砌 它反而這次 這盒的重點 就是一個箱 對 箱是可以進入很多東西 是 德哥說過 你最喜歡的就是這隻 這隻大一點 是 讓我過一下 讓我弄另一隻 我變另一隻 這隻 其實我挺喜歡 因為它很適合變飛機 是 根本就是一架飛機 對 它是比較適合的 其實我們兩個講話的同事 我們其他主持 是很努力地準備下一部份 沒錯 因為下一部份 其實我都算是預告了 變成大家喜歡那個系列 不妨可以一陣子拿個秒錶 看看我們要叫變形 那麼陰險 究竟要變多久 好了 因為它 這隻 那個 頭的設計 是很適合做一些 躺下向前 比如這些 二捉 二捕 二捕的形態 然後 再玩多一件事 它也是有一雙翼 所以它已經預計了你 用來玩飛行形態 不過 有一個形態挺有趣的 它這個駕駛座 這顆東西是可以拔的 小小顆在這裡拔出來 不過就小心不要不見了 可以換一個這樣的部件 把這個駕駛插上去 就可以當作是直升機 問你死了嗎 對了 你把腳 扭到後面 就像我剛才說的 有很多角度給你扭 你喜歡 腳掌向前也好 腳面向前也好 扭到你合心水為止 這樣就 搞定了 就變成了直升機 聲效就自己加 我不在這裡加 對 不知道 看到嗎 這套藍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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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等候 這套藍色是 這套藍色是 真是重要的 所以這套藍色是 灰色配不配 我還未留意 Battle Convoy 那個Color Tone 印象中好像是 正常的紅藍銀 都是紅藍 你看到它有些是燈 給一些 Diacron駕駛員坐的燈 我放在這裡 就麻煩移動一下 或者可以插在這裡 可以插在這裡 我讓駕駛員坐上去 其實我相信 這些都是 好像剛才所說 是 之後將會出的 下一套 前奏 這個真是 我相信 不過坦白說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那時候 Battle Convoy 的訂價是多少 也不知道 也不知若干千 是啊 應該不便宜 這樣玩 但也有一句 你的名字也叫Battle Convoy 我真的 沒有抵抗力 你當是 Transformer 玩也好 當是Diacron 玩也好 當然Battle Convoy 這個一定是 Diacron 的名字 變成那種 原汁原味 真的 哇 想起都很興奮 我們先組裝 這些組件 其實都很掃面 全部都是 之前Big Power 的配件 無論是這個炮 還有這些炮 相對性簡單的 就是這個獨立的裝甲服 配了藍色 不過想補充少少少 其實大家 鏡頭看下去 它都很亮的 整隻東西是 是亮得幾膠關的 所以你說 膠感 我又覺得 不算很重 不算很重 之餘 其實都給到一種 很獨特的光澤感給大家 好 那我再組裝 導彈黃色 OK 組裝多一個形態 這個顏色 挺有趣 實在有太多可能性 我不一一組 其實這些 我現在變成這些 我都不知道說明書有沒有教 我自己 因為這隻 巡心 對上的顏色 這個顏色 就是 不是這個 淺米腐色 那個我是長期放在枱頭 因為是很好變的 這個形態我是很喜歡 是很好變的 變了很多東西出來 可以這樣 好像對 是 導彈放在上面 對 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你喜歡 雖然那些變化 你可以說是有點矛盈 但是 就是我小時候玩玩玩具的那種心態 不斷在扭 怎樣玩都可以 你喜歡怎樣向都可以 扭到你自己滿意為止 還有 還有少許配件 厲害 加多兩個噴射器 你就找位插 裝甲服來講 其實我覺得 可換性 這個可換性 是最高的 是 因為它本身的飛機形態 又 又過癮 雖然它的人形態 的時候 樣子不是太吸引 所以我自己會喜歡這個 因為它的車型態 很帥 很帥 裝甲服的形態 也很帥 你說得很對 它的車型態 我想起 神勇飛鴻盒2號機 那種感覺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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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好 先放好 我很滿意 我這個飛機 先放在這裡 好 有沒有補充 或者觀眾有沒有補充 沒有 觀眾 沒有 暫時也在說 這套藍色是貨之後的 Battle Convoy 但其實你走買來玩也可以 我覺得 德哥就喜歡這個 最高大最威風 我最喜歡這兩個 我就是喜歡這些 我最鮮色 真的拍到 還有一句 你真是想做這個 我猜是做情境 這套其實本身的配件 都很適合 即是它拆開 所以你變回那個基地 你裏面這些位置 就全部可以用完 你用來擺機閒也好 加了爆台也好 再配合 跟著Battle Convoy 就更加好 好 稍後見 這一部分就是這樣